字幕組み說 各位七六的網友好 今天我們有關新的節目 七六換樂樂壇 新星專訪 這個節目是希望透過訪問 讓大家更了解香港樂壇一些有實力的新人 那不如我們今天先看看會訪問誰呢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各位七录的网友好 今天我们新星专访请来第一位 我们的Shay 柳妍希小姐 Shay 你好 多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你是我们第一集新星专访的嘉宾 谢谢 试完我在唱片店很多地方都看到你的样子 很惊艳 谢谢 我初初以为你是韩国裔歌手 因为名字加上唱片封套很韩风 我就以为是韩国歌手 但上网再看清楚 原来是本地歌手 香港乐坛 我又很有兴趣 想找你访问一下 谢谢 谢谢 其实你为何会在香港当上歌手 以及当上歌手的历程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女生 首先是有一些机缘的考核 很有缘分的 我觉得是唱过这一电视 因为我之前是一个运动员 其实是运动员的过程当中 因为受伤 运动自己是没办法再起到奥运的梦想 其实那段时间是一个很辛苦 对自己来说 因为有很出自感的一个感觉 因为那时的成绩是比较熟于自己的巅峰的状态 所以令到自己觉得 为何是这一个这么大的大场 之前的东奋的时候 会出现到这个根健撕裂 根健撕裂 像努长哥阿姐的位置 所以令到自己没办法再从事这个行业 那时的队医都跟我们说 其实你可以停了 因为知道歌手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如果你要断的话 就变成一个残废 对 不要说残废 所以当时我又觉得不甘心 因为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 怎样可以在这个时间就这样断熟了呢 而是这么伤的问题 所以当时就很硬颈 很强 想试多一两年 就是给自己两年的时间试 哪治疗哪训练 OK 结果也是没用的 因为两年之后仍然是不行的 仍然是不行的 不适合比赛 对 不要说两年到现在 都是不适合比赛 都是不行的 刚刚要做排舞 就是舞蹈居训练 其实现在都是 一做高身鞋 就会出现到很肿 很肚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都会一直困扰你 都会的 不过我希望可以克服到 可以连到 遲些的音乐会 可以顺利一点 嗯 其实最主要是怕要跳舞 或者穿高跟鞋的情况 但不要紧 其实现在可以做另一样东西 你都很喜欢唱歌 现在不能做运动员 接着要做歌手 决定了 那时不是的 我也是不是的 歌手都不是一个 因为我很喜欢唱歌 那就是做运动员 那时心情很差 令自己可以听很多歌 但是那时把自己困在家里 不想出去见家人 或者不想跟朋友聊天 什么都不想的 但是那时是 因为都很重要 就是听很多歌 可能会抒发自己的情感 但是 到一段时间之后 那些朋友就说 你这么喜欢唱歌 不如 介绍一个好的老师给你 那就是很云幸的 那我就认识到我现在的老师 这张碟的监制 真老德老师 真老德老师 是你这张碟监制 而且都是你老师 是的 但是我有个问题 你本身在国内居住 是 那其实如果你要做歌手 为什么你不会在国内出唱片 而是选择来香港发片 我觉得是 我也觉得是缘分 可能在香港 因为我是认识到真老德老师 也是他那里可以 认识了差不多六年的 学做那么久的时间 也很开心 现在就 签了这间公司 那他的想法 发展的一个规划 是想我在香港 香港出来的 所以整件事就很有缘分的 现在stay在香港 就是在香港 就是在香港发展 是的 但是其实发展 上年成绩都应该挺好的 我看到很多奖项都会见到你的名字 是的 那说回唱歌 刚刚推出了你的首张个人EP 那里面有几首歌 那你自己制作这首新的EP的时候 你主要的风格 或者是 因为你始终走出来都会有个风格 是 歌曲的风格 你会是你自己去 我希望用这种风格的做法 还是说其实你听了其他朋友的意见之后 得出来现在这个风格 还有你现在这个风格 你自己觉得会如何影响到现时的乐迷呢 因为其实我这一张专车 有几种不同的风格的歌曲 因为第一是 老师都想给多一些音乐的元素 给到我去尝试不同的类言 但是其实有三首歌其实是差不多的 例如《朗诵者》 《X My Away》 和《瑞丽如来》 这三首歌都比较有一些摇滚的元素 加上一些电子的元素 因为其实 为何会有这些这样的元素 第一我是很喜欢的 第二 是因为我当时是港版运动员 因为当时的心情很差 我听了很多歌 然后我听了很多摇滚类型的歌 可以令到我 发现了其实真的音乐可以给自己 可以重新 可以静坐起身 可能是因为他们这样的音乐的力量 令到我觉得这一张点 我的第一张点 我想给大家知道 其实这些歌对我来说 是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 所以当时就 当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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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 还有都是 两百个歌 选择了这些歌 所以老师 整个制作团队 都给了很多的意见 包括老师也寫了一首歌 包括老师也寫了一首歌 是Bluet的歌 叫做《雷尿》 是的 我也自己也唱了一首歌 叫做《痛》 就是《痛》 是你自己作的 是我自己寫的词 自己寫的词 是的 现在快歌 其实也理解得到 因为像你所说 前身是运动员 其实好动点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的 但其实快歌 可能表演的时候 需要跳舞 所以我对你的脚 是有些担心的 真的比较挑战这件事 是的 譬如我们那时候 拍《It's my way》 真的用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时间 穿高跟鞋 那些七寸的高跟鞋 真的要二十多个小时 可以穿到 而且你真的知道原来 不是单止在运动场上 会跌倒的 原来其实拍MV 走路 也会有机会受伤 是的 因为我那时候拍《It's my way》 真的都用了三四次 因为脚腿肿得 整件事是 我又不想练到整个组织 都会阻挡我的椅 就顶眼上 是的 只可以这样克服到 就是这样顶眼上 很危险的 真的很危险 但我觉得其实挺开心的 因为出来的效果都挺好 都很美的 都很美的 大家一起上我 留意一下这个MV 是 是 上年刚才说过 上年在香港乐坛出发 其实已经拿了某些颁奖 例的奖行 我看回表 其实也有很多奖 你自己最深感受 或者最难忘的是 在哪个场合拿哪个奖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忘的 都是因为这些奖 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还有很大的肯定 因为其实最开始 不会想到一个新人 真的出到叠子 会有这么多人支持 包括现在的叠子 销售都卖得很好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 很多的朋友可以支持我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可以 因为大家知道 连美也有很多领奖 希望可以努力加油 可以争取多些奖效 明白 我们相信 以你的实力应该都没有问题 都要大家支持才行 另外问一问 我们七六网 很多发烧有粉丝 而近期香港的乐坛 都很流行出发烧碟 或者发烧的专辑 你自己对这一个风气 或者对这一种唱片做法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 我都很想出一只 美声碟 一来美声 又可以把我的 放美声传达给大家 二来又可以 让大家可以了解我多些 其实现在我们 我想每一个歌手 都一定是希望 有一只自己的良性碟 应该是一个大家的梦想 我也是有这一个梦想 未来公司也和我去研究中 对 研究中 希望第二只唱片是发烧碟 很多发烧碟都会翻唱 人家的旧歌 你们会选择翻唱旧歌 还是作新歌来唱 我想两边都有 因为我自己觉得 发烧碟不一定要规限在旧歌 新歌 原创都是非常好听 不可以抹杀这件事 我们期待你 新歌 有些黑胶 有些黑胶 说回月尾 你们5月31日 就会有个音乐会 应该是九龙湾九战 那音乐会 你们又预备了些什么 给大家的乐迷看呢 都会有见歌业 没有是一定给我的 见歌业 都会有一些 因为我现在才第一只唱片 所以这些歌是不够的 其实我都希望可以翻唱一些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歌 以及致敬一些前辈 向一些前辈之境 对 希望你这个演唱会 又大成功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有机会看到 多谢 希望大家到时 5月31日后来支持我 那 音乐会 固自然 应该 有问题 那你自己 对于未来 在香港乐坛的发展 你有什么憧憬 以及想做到些什么 才觉得 做这件事 非常之有意义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最好意义 就是 我以前是个运动员 运动员 都是一个 共通点 运动员和我现在过手的 共通点就是 运动员当时 都是在运动场上 会表现自己 展示自己的一些能量 现在做歌手 我想每个歌手都希望 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 可以唱很多歌 给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音乐 我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 但是 我想这件事是一个 比较远一点的梦想 近一点的 我都希望可以在暑假的时候 争取自己 或者自己的广东歌 给大家听 我刚刚正想问 因为今次是全国语歌 对 你香港发展会唱广东歌呢 现在都有机会 这件事 我们真的要好好留意一下 所以我现在好好练练广东话 练练广东话 OK 今天多谢你的时间 多谢 多谢 我们有机会去你的音乐会 再和你访问 好吗 多谢 拜拜 拜拜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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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